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大家好,首先跟大家說聲聖誕快樂 因為今天就是聖誕節的正日 為了襯托這個節約的氣氛 我也買了一副這個眼鏡 紅色的,又訂聖誕模模 去襯托今天的節約氣氛 但是呢,今天影片的主題就是 想以另一個形象給大家看一看 你看到我的頭很亂 稍後解釋為什麼頭會這麼亂 因為今天的主題就是 Gel頭給大家看 平時認識我的朋友 是知道我去外面是完全不Gel頭的 今天就呈現這個Gel頭給大家看 因為剛剛睡醒,我的頭比較亂 而且我也向一些Gel開頭的專家 隨經 在Gel頭之前有什麼步驟 他說要首先洗頭 然後脆乾再用Gel去調整頭 因為待會也要洗頭 所以我就無謂再去整理頭 因為有點暖 而且頭髮也比較長 所以你就會有更多層次的變化 首先我會去洗一洗頭 我們待會見 HELLO 各位觀眾 我們又見面了 洗完頭 吹完頭 你看到我的頭是整齊了很多 而且頭髮也鬆軟了很多 因為洗完頭 接下來就讓大家看一看我現在的樣子 除了這副聖誕眼鏡 現在我的樣子又這樣 待會就會進行一個自我改造 問到朋友 首先就要洗頭吹頭 然後就拿這個髮蠟 拿一個五蚊銀 手帳心的五蚊銀 那麼大 然後又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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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簡單 但我不知道做完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因為我平時也沒有怎樣遮開頭 所以我拿到我哥哥這盒的髮蠟 然後做一個遮開頭的動作 好,那麼現在打開它 然後拿一個五蚊銀 白挖 是這樣的 那些啫喱狀 可以用一層七八八 那我拿出來畫這麼硬 是不是過期 五蚊銀 那麼這裡還未夠 那麼再拿多點 因為我的頭髮比較厚 好硬啊 它寫著是 是Firm Hold 是比較硬的一個法蠟 哇,這裡應該是舊的 我怕弄不成 先擦勻它 坐坐坐 看到我手掌全部都是法蠟 黏黏黏的 然後我就會 把我的頭 黏滿了這個法蠟 先看看 嘩,你看 好像很厲害 這法蠟 黏了整個掃把頭 不如就這樣算了,好嗎 好像太帥 後面也要弄均勻一點 不然 Gel出來可能的效果不太好 那我 應該七七八八的了 好,那我現在就去 改造一下我的形象 做一個我想要的 那大家想要一個什麼形狀 我們好像這麼噁心 搞不定 好像很亂 我不是想要這樣 我不是很想破壞我整個法蠟 我只不過是想令到它起伏一點 哇,大家好像很噁心 搞什麼 搞得我噁心 整批東西 是不是這樣呢 不如就這樣做起算吧 嘩,好像很噁心 整個紅梨酥 我的頭 很失敗 我覺得 搞不定 搞什麼呢 我的頭 嘩,好像真的很失敗 等我一會兒 我關掉我的攝影機 待會再做一個 嘩,搞了半個小時 終於就 要搞正的頭 剛剛真的是一塌糊塗 但都想展示給各位觀眾看 我Gel頭技術到底是如何 就是一塌糊塗 整個菠蘿 剛剛不Gel學 Gel原來看見都是跟分寫 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這樣飛起來了 你可以靠近一點看 是真的有多了這些層次在這裡的 還有 我的話話話 擦到它真的 像一個Gel頭的樣子 基本上就是這樣 各位觀眾 都可以對我這個Gel頭技術 去做一個評分 10分滿分 這個技術裡面有多少分呢 另外呢 跟對比我無Gel 和Gel頭這個樣子 又有多少分呢 都是10分滿分的 希望各位觀眾 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又或者有什麼Gel頭的建議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今天這條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最後再次跟大家說一聲 聖誕快樂 都是這個形象比較適合我 Gel頭還是不要教我 還有記得CLS comment like and subscribe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2 3 3 4 5 感谢观看